哇 真的是驚喜一波又一波耶 星光大道要迎接來的這兩位帥哥美女 她們就是以火神的眼淚入圍了 戲劇節目男配角 戲劇節目女配角的林陽CP 陳婷妮 劉冠婷 一同走上紅毯 雖然在劇中林陽CP沒有辦法有情人終成眷屬 可是呢 今晚合體一起踏上星光大道 大家一定都覺得非常的開心 而且呢 兩個人在劇中演出消防員 敢衝敢嗆敢愛又敢嗨的形象 讓大家這次非常的深刻 而且今天婷妮好美喔 真的是閃亮亮 希望今天晚上她們可以一起 手勾著手一同得獎囉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火神眼淚 最感人的CP了 歡迎婷妮 歡迎冠婷 冠婷妳站遠一點 妳不要這麼小氣好不好 本屆 本屆金鐘紅毯的側台是最有私心的側台 真的 她們的尖叫聲很大 但是家瑋哥 你為什麼不要冠婷在你旁邊 因為黑白 冠婷呢 我們在前幾屆的時候坐在一起 我就貢估了 所以我想說我們先保持一點距離 沒關係 冠婷在我這邊 我們當年是一起拿獎的 好 還是我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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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被爆爆了 你們不要吃醋喔 好 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 但是其實我很喜歡火神的眼淚 那聽說啦 她會推出第二季 可是逸陽 你已經領便當了 你這樣子第二季還可以演嗎 妳會夢到我吧 對啊 聽說你 可以演前傳啊 我覺得 如果女文都這麼高 不如就拿起來講嘛 對… 還是你們之前說什麼 雙胞胎的這個概念 有沒有真的想要運用下去啊 哇 這個挑戰很高耶 這樣 她應該角色會變得比較複雜吧 對啊 你好像分裂 畢竟就是跟兄弟或 到底要不要愛誰 對 愛的到底是誰 好難喔 還是一種移情別戀的愛 就太愛你 寄託在一個長得很像的人的身上 在第二季之前 我們先完成第一季的遺憾 因為到最後 兩個沒有一個所謂完美的結果 大家滿難過的 如果有機會讓這對CP好好告別 你覺得角色會跟彼此說哪一句話 對 好好道別 好好告別 不然從窗下就這樣子就不見了 那我們就讓女生先來 對 婷妮先來 其實在拍的時候 有一個很小的細微動作 我不確定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拍了她的頭盔 跟她說待會見 待會見 其實我覺得意外就是 往往你都不會知道 她什麼時候發生 所以其實在我的世界裡面 我覺得我待會是會見到她的 所以待會見是告別了 現在看起來是一種 告別 那冠評呢 很日常 你會想要跟婷妮 如果可以好好道別的話 她跟你說待會見 你會回她什麼 如果還來得及的話 那個 初班小心喔 初班小心喔 都是這種日常風格的 好啦 非常感謝二位 那火神也真的很感人 謝謝 請問問 你好 太太 很高興買Chi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唱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她叫妳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好哮 不開心 好哮 燙哥最怕的 她有憤怒止在裡面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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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